大家好,我是洛杰教練 今天要開箱的是由486團購購買美齡電暖器 型號是JR5102HTT 隨著冬季的到來 各位有沒有感覺天氣慢慢的變冷了呢? 新聞上也有專家表示 今年的冬天可能會很冷 預測可能會與去年的冬天相近 美齡的這一台電暖器 其實在幾年前我就曾經在486團購購買一台放在浴室使用 當初會選擇它的原因是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它是擁有IP23的防潑水功能 什麼意思呢? 像我們在洗澡的時候 是不是哪一個洗澡水都會釋出的噴漸 那稍微的噴漸之類的 其實噴到它身上沒有什麼問題 不用擔心 因為它這部分已經有做好它應有的防潑水的措施 當然你不可以直接拿那個蓮蓬頭 還是直接用水去浇灌它 當然還是會出事情的 所以它的防潑水功能就是 你把它掛在一個固定的位置 那水稍微潑到它潑到它其實都是沒有問題的 第二點 有自動恆溫的功能 可以依照需求調整溫度 當達到指定溫度時會自動停止加熱 電線則使用雙層絕緣支線材使用也比較安全 另外還有通過歐盟的ROS認證以及標檢局認證等等 第三點 不用特別在牆上磚孔 也能掛在現有的毛基架上 實現類掛閉的功能 如果要掛閉也沒有問題 它都有附上相對應的套件可以使用 第四點 在背面的進風口處 有可拆卸的空氣濾網 方便清潔 第五點 使用陶瓷發熱技術 可以更省電安全 而且快速順熱 第六點 除了可以掛閉也可以平放 可以隨著使用的情境不同 選擇需要擺放的位置或者是模式 像冬天的時候 我們可以放在桌底下暖腳 睡覺之前我們需要暖房 可以放在房間裡面 不過記得它是會發熱的東西 而且功率稍微還是比較高一點 所以在使用的時候 人還是要在旁邊顧著 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機子上分別有兩個旋鈕 一個是專門拿來控制溫度的 另外一個是調整它的模式 運作的模式 還有一個是所謂的電源指示燈 溫度控制旋鈕的旋轉角度 可以參考這張圖 我現在是開低溫模式 來測試它出風口的溫度 可以看到它出風口的溫度 接近百度 這台後暖機 它也有提供毛巾架 可以在洗澡的過程當中 順便將衣服或者是毛巾 掛在機器底下 讓它預熱 另外一個優點是 它很輕巧 機身重量不到2公斤 搬椅的時候也會很方便 也就是因為有這麼多優點 原本打算在去年冬天再買一台使用 結果沒想到當時大缺貨 直到今年10月 再以預購的方式買入 大概預購之後經過一個月 才收到這一台 可見這商品的搶手程度如何 在距離出風口20公分的地方 兩側道的溫度還有60度以上 當我們切到高溫模式的時候 出風口的溫度可以達到125度以上 高溫與低溫模式的切換 其實是要看個人的應用 如果你希望讓浴室暖房快一點的話 你可以切成高溫模式 不然一般來講的話 一到兩瓶的浴室空間 其實用低溫模式就說出有餘了 接下來我們來測試一下用電電量如何 這是純送風模式 只有0.53A 接下來我們來測試低溫模式 低溫模式在剛開始的時候 安培數稍微高一點點 可是過了一下下 它穩定了以後 它大概就是維持在7.4A左右的安培數 以功率換算下來 它的功率大概是814W左右 按照去年每戶平均用電量約為399度 對照電費期區表331度至500度的區間 非下月用電每度2.89元來計算 以低溫模式連續運行一個小時 也才2.35元左右的電費 真的還蠻省電的 切換成高溫模式 穩定運行時大約在11.6A左右 換算為1276W 一小時全力運行的話大概為3.7塊錢 當然我們如果有使用恆溫自動調控的情況下 用電量應該會比現在預估的更低 記得在關機前要先用送風模式 吹移到3分鐘 將機器內部的那個余熱給送出之後呢 這樣子才可以保障機器用的更長久 最後再來看一下這台電暖器有附哪些配件吧 第一個是可將機器掛在毛巾架上的自鎖掛鉤 這個是掛壁用的附件 第三個是可拆式鋁製毛巾架 最後就是說明書及保證卡等等的書面文件 今天的開箱分享就先到這裡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我們下部影片見 謝謝您收看肥媽的影片 也非常歡迎您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部影片見 下部影片見